美国航天局当地时间9月28号宣布 在火星表面发现了有液态水活动的强有力的证据 而液态水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 自2006年以来 美国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多次在火星山丘斜坡上 发现手指状阴影条纹 美国航天局将其称为季节性斜坡纹线 并认为这种奇特的季节性地貌由咸水流造成 但一直没有找到直接证据 在新研究中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卢恩德拉·奥杰哈等人 分析了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 获取的火星表面四处地点 季节性斜坡纹线的光谱数据 发现该数据与水流沉淀形成的 水和盐矿物的光谱信号一致 而周围地貌却没有盐的光谱信号 研究人员在发表于英国《自然地学》杂志的论文中写道 季节性斜坡纹线是现今火星水活动的结果 他们的发现强有力支持这一假设 中文字幕志的论文中写道 中文字幕志的论文中写道